据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官方微信消息 6月2日以来 江南、华南及贵州南部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 灾害造成江西、湖南、广西等8省自治区 45市自治州200个县市区 176.3万人受灾 9人死亡、5人失踪 1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6.9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 从降雨分布情况来看 贵州南部、广西中北部、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 湖南中东部、江西中北部、安徽南部、浙江西部和北部 福建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100毫米以上 广西北部、江西北部、浙江西部、福建西北部局地250-450毫米 广西桂林局部500-521毫米 广西河池、桂林、柳州等九市51个县区70.6万人受灾 4人死亡、1人失踪 6.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5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 200余间房屋倒塌 1100余间不同程度损坏 农作物受灾面积46.7千公顷 其中绝收3.3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15.8亿元 此外 强降雨还引发了山体滑坡和泥石流 广汇高速 西勃高速 博深高速 广韶高速等路段出现山体滑坡 部分路段交通中断 受强降雨影响 湖南境内途经武广高铁 淮恒县列车有不同程度晚点或停运 受广东境内强降雨影响 武广高铁 下深铁路途经列车有不同程度晚点或停运 目前 灾害也造成900余间房屋倒塌 1.3万间不同程度损坏 农作物受灾面积113.5千公顷 其中绝收9.8千公顷 直接经济损失28.8亿元